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我们创建的这个demo的文件结构 那么大家看到了首先是一个html文件 那么这个html文件非常的简单 相信有前段基础的同学呢都能看懂 在这里注意首先我引用了jQuery 在下面的这个demo中的个别的地方 我会使用jQuery的函数来实现相对的比较简洁 在这里呢使用的是最新的2.2.0这个版本 其次我们的这个demo并不完全是在converse上作业的 会涉及到使用一些html的空件 所以呢在这里我设置了一个css来控制这些空件 包括整个程序的一个布局的控制 最后呢js部分我会使用这么一个blur.js来控制整个程序 在board的最后呢进行一个执行 除此之外在这个整个工程中呢 我预先加载了这么样的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的分辨率呢是固定的 是800x600 我们在pc端做这个demo的时候呢 先使用这样的一个固定分辨率的图片 我们在后续将这样的一个demo 搬到手机的客户端的时候 再来讨论屏幕自适应这样的一个话题 所以一共有五个文件 下面第一步我们首先把我们的这张图片 image加载在我们的html里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代码非常简单 我写了一个image标签id呢 就叫image sauce呢引用这个image.jpg 那么为了相应的显示效果呢 在css中我加入了这么一个定义 对于id是image的这个图片 我让它的display是blog 同时宽和高是我们预先设定好的 就是800x600个像素 居中显示在网页中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程序此时运行的效果 非常简单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片显示了出来 在这里呢 我的显示器的分辨率相对比较高 所以呢 我把这个缩放的调成150% 这样方便大家看得清楚 我想用600x800的图片呢 其实也是照顾到之前在一些课程中 我选用的分辨率 有些同学说太高了 在它的笔记本上呢不合适 对于这个图片的大小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在这个阶段呢 找一个合适的分辨率 我们在这个课程的最后 使用自适应的方式呢 可以一定程度的解决 不同的屏幕尺寸 带来的这个图像显示效果 不同的一个问题 好 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简单 那么下面 我们就来解决这个课程 所要面对的第一个大的问题 如何施加模糊的效果 谢谢大家